今天我来说一说 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 细颗粒物就是PM2.5 北方的小伙伴应该都感觉到了 最近几个冬天 我们伸手不见五指的天数越来越少 经过治理 2017年到2019年这三年时间 我国PM2.5浓度持续下降 但臭氧污染开始上升 在一些重点区域 臭氧作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 已经接近甚至超过PM2.5 在这次规划建议中 明确提出要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 实际上是党和政府 为自己提出了一个更难实现的目标 因为研究表明 PM2.5浓度较低时 太阳辐射增强 可能增加臭氧生成 而PM2.5浓度较高时 能减少臭氧生成 可见PM2.5和臭氧 往往是此降彼生的关系 要想一起控制住不容易 大气污染治理 关乎着我们每个人的健康 是很多年轻人最关注的社会话题之一 提出PM2.5和臭氧协同治理 就是一个有责任 有担当的政府 为满足人民更高水平生态环境需求的 庄严承诺 即使需要更多科研和资源投入 甚至可能一定程度上 要牺牲短期经济利益 也要给我们的人民 带来更多蓝天白云和清新空气 小伙伴们 看到我们的政府这么努力为大家创造更好环境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行动起来呢 节能减排 人人有责 一起为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 努力吧 2 5 1 7 7 8